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今天我們要來看技能平衡的下一次 大概2個月更新一次的時間也差不多到了 官方在今天公布了我們這個技能平衡的改動資訊了 那也不得不說其實我今天正在準備錄製下一次的這個技能平衡的預測的時候呢 就看到這個資訊出來 我本來以為是可能下個禮拜三或禮拜四隻才會去公布的 因為大概抓一個12月4號左右會做一個技能 跟通常說可能在那個星期二星期三的時候再去做一個公布 是比較符合官方的時間點 結果沒想到今天突然就公布了喔 那沒關係也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其實有稍微去做一點點簡單的預測 就哪些角色應該要BUFF 哪些角色應該要去NERF 當然裡面也有講到很多沒有這種 很多的這個沒有講到的這個圓四圓三喔 當然也有放在下面 我當初的想法就是說這些角色可能就是 我覺得目前沒有辦法使用有點可惜的角色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眼之後呢 NANA當然放在第一個位置嘛 給大家稍微看一眼之後呢 我們就來對照一下 欸我這次預測到底準不準喔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一個一個來看囉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這邊沒什麼特別 來一開始喔我們的這個光熊貓的被動技能 我本來是想說光熊貓以前已經因為水熊貓那一波被砍過了 那可能暫時沒有他的事情 但是沒有想到最近可能是因為光熊貓在這個紅區的RTA優勢 漸漸的體現了 所以讓這個光熊貓也變成了一個強勢角色 而遭到這個Compous的一個小刀 這個刀其實不中啦 就是砍5%左右而已 不能說完全沒有感覺 但是也必須說這個15%就變成什麼意思 就變成說如果我今天有一個拉條30%的角色的話呢 他被動技能會先讓這個拉條減半 然後他自身又會體調 所以這樣一來一回就等於說大家都是拉15% 所以如果你的其他角色速度都有跟上的話 那還是一樣 如果你的其他角色速度都比對方還要快 那一樣不會被光熊貓插隊 但如果今天是沒有體調或是那種Compous的角色 又或者是你其他角色速度是比光熊貓還要慢的話呢 那就會被光熊貓插隊了 在這部分的話我覺得光熊貓是小幅度的被砍落 而且這個弱的 這個...這個...這刀可能砍的還會算是有一點點明顯 因為這個5%跟20%...因為目前的拉公條大約都...大部分都是30%嘛 所以...這個砍半...15% 然後他自己變成沒辦法拉到20% 差那5%我覺得會有一定的差距的喔 那水魔島的話是復活的體力跟我們之前的預測也不會差距太大 就是他會從一個...呃...體力上限去砍喔 那我之前也說過... 咳...就是...他這個3技能的NERF喔 可能會以3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降低復活體力 第二個就是不能復活自己 第三個呢可能就是這個... 欸?還有什麼我忘記了 還有...喔...第三個可能就是這個... 呃...欸?復活次數的上限蠻多的... 第三個我忘記了 那這一次是降低了...最大復活的上限體力 但是我覺得拉...40%好像沒有改到...這個...重點 40%我覺得還是有點多耶 我覺得可能... 30%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數字 我覺得40%其實這個血量還是偏高的喔 然後再來的話... 各位觀眾 光奧雷克爾 改強了 感謝COME TO US 讚嘆COME TO US喔 不過雖然說他沒有改得非常... 非常的OP啦 就是...他的免疫時間增加一回合而已 不過我覺得夠了 就是...如果去增加他的無敵時間的話 其實跟這個光海王去比起來的話 光海王就會有一點點的被壓下來 主要是因為光奧還有一個2技能的消狀態 他的1技能在現在的版本追傷其實還算蠻痛的 跟光海王他主打是速隊長跟一個...呃... 沒有...沒有補血的...呃... 輔助角色來講的話 我覺得如果光奧也是2回合的無敵的話 可能會壓縮到一點光海王 呃... 雖然我自己是光奧的使用者 但是如果去... 再去把這個無敵也延長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光奧可能就真的會有一點點強勢了 目前的感覺就是... 還蠻強的 還不錯用 使用時機會更多 因為2回合的免疫我覺得還是有差 但是... 可能就是會讓他的位置提升到可能... Tile A 或是...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到A Plus有點... 就是到A加有一點點的高 但是到A-有點... 我覺得差不多A這個位置啦 當然實際使用上可能會再往上 但應該不會再往下掉 因為其實... 在現在追傷的這個時代喔 奧雷克爾西的騎身中還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 這個... 克麥啊 就是牛...牛系列 體... 敵方體力越差 他的傷害就越高 就是他的1技能喔 好這個沒什麼問題 那再來... 水牛的話呢... 指定目標... 無條件冰凍無視防禦 什麼意思啊 欸... 無條件冰凍一回合我看得懂 但是這個無條件冰凍是指無視免疫嗎 還是指無視抵抗 這兩種可能喔 然後再來後面那個無視防禦什麼意思 我猜他應該是想要打... 無視... 免疫吧 我不確定啦 但我覺得這個地方可能是翻譯上的問題喔 然後再來火牛的話 挑釁從一回合變兩回合 這個還蠻有感的 然後再來... 光牛的話... 增加退條 可是光牛其實問題是在於他腿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個三技能多一個退條... 我覺得...可以有表現 但是他腿...他腿長的問題可能不... 一樣這個光牛會是... 我...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光牛的掌聲可能會把他走上一個偏坦的 在中後期的控場會增強 但是他不是打一個... 初期的一波 因為他腿...他腿長的問題 他打初期一波的這個優勢其實是不大的 再來陰陽師系列... 對沒有錯 我們之前這個... 我的這個... 另外一個預測的部分喔 其實是有講到陰陽師的 那... 只是... 看一下喔 陰陽師的話火陰陽會... 吸收弓條變成15% 我覺得這個火陰陽沒差耶 我覺得火陰陽的重點不是那個5% 火陰陽無感 再來水跟光陰陽呢 對性存火菌使用的時候會減少CDE回合 嗯... 增加效果增加效果 暗陰陽呢 欸不是我沒有罵髒話喔 這個暗屬性的陰陽師呢 喔這個還可以 由於死亡詛咒的目標如果死亡的話就無法復活 這個還OK 這個的話會讓他的這個... 這個三技能的效果會再稍微好一點點 但問題還是一樣 這個100%的血量分4次消的話 如果對面是沒有續戰力的 那這個技能還蠻強的 但如果對面是有續戰力的 或者是...就是... 呃...怎麼講 像是現在這個角色就可以拿去應付娜娜了 然後再來呢 就是如果對面是走一個 可能速刷啦 或者是一些沒有續戰力 沒有補血角色的話 那這個技能就不錯 但如果對面有補血的話 那這技能... 你想要因為這技能而擊殺 可能還是要再考慮一下 當然你可能可以在最後 然後敵方要動的那一輪 直接把傷害灌在他身上 但如果你不小心把他灌死的話 他也可以復活 那有可能就會觸發到娜娜啦 或者是其他一些復活角色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技能... 我覺得有改強 但是...實際使用上 可能還是要等一些大神們去做使用喔 然後再來 業力的話... 可以增加一個解除目標一回合的強化效果 話說... OK 後面有解釋 先解除後壓制 那OK 那代表說他可以直接瞄準 有免疫的角色去做到一個業力技能 那這部分我就覺得還算不錯 呃... 從他的這個二技能去改動 我覺得是陰陽是不錯的改動方式 但風陰陽呢 我... 風陰陽是不是... 還是沒他的事啊 就是除了業力改一下 我覺得風陰陽有點可惜耶 然後... 活陰陽我覺得沒有改到他的重點啦 我覺得活陰陽的使用上可能還是... 一樣的尷尬喔 再來... 鳳凰系列我們看一下 呃... 水鳳變成... 無條件冰凍 嗯... 這個無條件冰凍到底是... 這無條件冰凍應該是無視抵抗的意思吧 我怎麼他寫個無條件啊 這個... 這次新增的這些無條件冰凍 他到底是無視免疫 還是無視抵抗 我覺得這值得去... 去探討 我自己覺得啦 應該是無視... 應該是無視抵抗 但是還是會看免疫 我自己覺得應該這樣子 否則... 否則真的就有一點點強了 就真的有一點強了 然後火鳳現在的被動補血 終於可以補自己了 終於可以補自己了 然後... 好然後再來是 火鳳跟暗屬性的這個 那個鳳凰他們的二技能 多了一個... 消狀態的功能 那我覺得... 欸這一個改動喔 尤其對於... 我覺得尤其對於火鳳喔 可能未來的這種... 一波流的打法會更多元了 因為... 他代表說他本身就帶有一個單消的能力 那就可以去接上其他角色灌傷害 那火鳳本身又是一個 有續戰能力有輸出的角色 我覺得... 這個改動會讓未來的公會戰 上面有更多的火鳳出現 那瘋鳳就還是一樣 就不要管他了 瘋鳳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喔 你一直給他灌傷害 其實不是瘋鳳這個角色的重點 瘋鳳跟瘋仙人 他們都是很尷尬的地方 就是... 他們除了傷害以外 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這是他們這兩個角色比較... 比較... 現在版本出不了台面的原因啦 那... 光鳳的話 弱化防禦增加為兩回合 其實光鳳本來就是一個 打一波流的角色 可以去做實用的選擇 那變成兩回合就讓他的這個... 呃... 貢獻價值再高一點點 再來呢 呃... 水龍的部分 這個冷爆真的很冷喔 就是最近... 下個禮拜好像那個... 天氣會再更冷一點點 看一下 攻擊冰凍狀態的目標時 有60%增加冰凍的時間 所以他現在可以疊到兩回合的意思 OK 這個代表說暴走的價值還算不錯 這代表暴走的價值還算不錯 再來 火...呃... 火龍的話是2技能增傷 然後... 有10%的使目標... 欸這個不錯 火龍的話他的2技能除了 上毒機會增加以外 他2技能也可以冷卻 那我覺得火龍其實就變得 功能性更高了 功能性更高了 那我覺得火龍... 我自己在想啦 他可能2技能打一個追傷 然後...就是一個... 術傷弓然後2技追傷 3技... 然後3技就是可能爆傷給3技 2技給追傷這種感覺的火龍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而且他2技能也有一定的機會去做到一個... 冷卻...呃...技能冷卻 那這個10%到底... 這個10%不知道是指的是每一發還是指的是... 這個...總共喔 那...不論如何我覺得...都是火龍一點小幅度的buff啦 我覺得... 這個...龍系列... 其實火龍一直都還算蠻不錯用的 也是...也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我很喜歡用的角色啦 那...風龍的話呢... 呃...他的雷爆斬擊會多一個... 兩回合的... 這個...減速... OK... 雷爆斬擊是1技還是2技? 這個我也要看一下 OK... 他的這個... 這個是他的2技能 所以他2技能現在除了降攻以外 還多了一個緩速效果 那其實我覺得還算不錯 或...風龍這角的時候 大家不要小看他 他其實他的1技能是很痛的 就是你在打這個RTA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忽視掉風龍的傷害 風龍的1技能其實很痛 然後他的2技能是一個... 打體趴的技能 所以我覺得在某些... PVE的時候 或是三頭龍的時候 也算是一個不錯用的選擇 再來光龍的部分 喔!光龍的這個恢復量增加非常非常有感 因為他是變成什麼? 他是變成以自己的15% 所以光龍以自己的15%來講的話 現在光龍隨便撐可能都有5萬血量 也就是說他隨便補了都是7500起跳 而且這還不包含吃技能 吃技能之後他應該會補了更多 所以這個感...這個補量是非常非常有感的 然後暗龍的話 暈眩機率增加 對無法行動的敵人造成傷害量增加50% 暗龍的問題 一直都是... 推斷 他的傷害其實已經還蠻足夠的 我覺得暗龍的傷害其實已經很夠了 不用再幫他增加傷害了 該幫他想的是他如何撐到他可以出手 然後...光一的部分 我軍每擁有一個強化效果可以增加武術 然後最多是20個 我軍每個 各增加攻擊速度 他是增加自己嗎? 還是增加...對...還是增加全體啊 我軍擁有的每個強化效果 各...我猜應該是自己的啦 因為如果整隊的話其實有點可怕耶 那代表... 欸...那這個光一在打一波流的話 搭配一些什麼加攻提速的角色的話 他的這個一技能傷害會提高很多 因為光一的一技能是吃速度的喔 然後再來水德的話呢 呃...我軍體力低於40%的時候 欸!水德翻身 這個水德王39的水德又要變成... 又要重新登場了喔 這個...解除自身所有弱化效果 他體力低於40%的時候 他本身就會立刻... 就是增加100%的攻擊條 現在又解除自身所有弱化效果 代表說... 只要你沒有冷卻他 他幾乎是一定可以插隊補血了 哇!水德這個... 水德這個非常有細 這個改強非常有感 這個...我覺得本次大獎會是水德 水德會是其中一個喔 然後再來...火德的話呢 被挑釁狀態的敵人攻擊時候 100%反擊 然後再來... 水吉利 吹打的含三技能吧 喔!原本的這個... 原本的水吉利 他的三技能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要擊殺目標才會獲得回合 現在是只要有冰凍就會獲得回合 那這個在...進攻上面 稍微撐一點點的命中率 只要冰凍之後就可以三接二 那其實...這個... 吉利女王系列的二技能 打這個... 這個...有... 你的速度只要不要太慢的話 那他的二技能打人其實很痛 所以現在沒有一定要擊殺的話 他如果直接打出一個三接二 其實這個傷害量是非常非常可觀 然後現在他這邊還有一個 對於沒有強化效果的敵人 每次攻擊都會觸發暴擊 這個重點是誰? 風吉利 風吉利變得超級強大 因為風吉利這個角色 他三技能是全部都消掉 所以基本上...他有高機率 可以打在沒有狀態身上的敵人 所以... 現在風吉利基本上4號裝爆傷 應該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了 就是你不用撐什麼爆擊 爆擊率因為你就是... 拚那個沒有狀態下面的二技能的傷害 那我覺得風吉利會是一個... 傷害量變相的提高不少 那...暗吉利的話... 因為沒什麼消狀態 所以他可能就... 有buff可是可能就沒有那麼強 但是暗吉利的角色可能本身他就會... 原本大家暗吉利就會去撐到一個高爆... 高爆率高爆傷 那現在可能就是可以稍微 將一點點的爆率 然後...去... 增加其他的體力啊 或是攻擊或是爆傷數值喔 然後再來的話... 武士系列 發動之後一回合免疫 看看就好我覺得沒什麼差別啦 然後... 這個布朗尼法師喔 這個球球系列 追加合合機率降低 但是...水球 解除一個強化變成解除兩個強化 我覺得這個有點... 未來的公會戰... 巨點戰應該會開始看到一堆水球了吧 解除兩個代表說我不能去利用什麼... 免疫加保護來做到一個... 降低對方消到免疫的機率 欸... 我自己覺得... 水球原本其實就... 不... 滿煩的了 現在變得更煩了 我...我大膽預測 未來的公會戰會看... 會開始... 越來越常看到水球 就是... 四星巨點防守 然後...火球的話呢... 看一下喔... 火球的話是... 火球的話是... 原本他是賦予... 加攻、加防跟加速其中一種 現在是... 加速必定會給一回合 然後再... 額外給予攻擊或防禦其中一種喔 小幅度改強 對於... RTA想要打火球的一波流 就是... 風龍光骰火球這種一波的話... 火球變得更... 更強大一點點了 然後... 暗球的話... 解除的機率提高到70% OK... 光球的話... 傷害量真的完全無感 暗溫... 為什麼叫暗溫... 而且只有他一個而已 對訓存體... 喔...這一個... 暗溫這個角色... 這個... 他會變成一個什麼... 暗溫的話... 這個改動會變成有一點點... 這個... 戰術性的感覺 就像是... 你可以拿他去搭配豐熊 然後在一個正確的時間點... 去...對... 去讓他... 給豐熊這個技能之後 讓豐熊直接撞... 直接這個... 因為豐熊的三技能是... 自己損失多少血量 就可以撞多少血量絕對傷害 所以... 這個暗溫角色可能會變成是... 這類型角色... 的一個... 的一個這個... 策略型的使用喔 對...那我覺得... 這個技能改動... 嗯... 可能在特定的時機下是可以做使用的 像是... 我現在目前想到的啦 可能可以去搭配... 搞不好... 搞不好你可以去搭配什麼... 你可以去搭配這個... 光敗生... 就未來RTA打... 這個RTA的時候... 光敗生... 先動... 然後再來是暗溫 然後光敗生... 先減大家50%體力 暗溫再去轉這個豐熊 然後讓豐熊直接4分之1寫傷下去 應該大部分的... 非坦型角色都很難擋住一下啦 不過... 使用要求有點高就是... 我覺得... 戰術性比較重要 就是這個角色應該是... 有蠻多戰略價值的 再來... 陰陽師系列火風水... 調整覺醒效果... 呃... 命中... 覺醒原本是加25命... 改成什麼... 改成... 水屬性是C30%公調... 火屬性是暈眩... 風屬性是破防... 嗯... 嘖嘖嘖嘖嘖... 嗯... 我...我自己覺得啦... 以陰陽師現在的弱勢程度... 不用改掉直接幫他的E技能... 直接幫他的E技能增強好不好啊 這個降命中... 瘋的可能... 瘋的可能就是buff 因為瘋的用到命中的機會 我覺得稍微偏低一點點 但火的跟水的 我覺得更看重命中一點點耶 欸不對 瘋的業力也需要 我覺得這三角色本身都是要看命中的 原本覺醒加命中 可以降低他的符文壓力 現在變成符文壓力稍微提高一點點 欸... 這一部分我覺得... 有沒有比較好... 不好說 如果符文夠好... 符文給的夠好的話 絕對是buff 可是如果符文沒有那麼好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 到底有沒有buff還不好說 再來... 嗯... 火龍的話是... 吃滿技能之後 喔... 剛才火龍這邊有講到 他的這個... 持續傷害的這個機率提高10% 然後他是從這個10%改的 他的這個... 等級5的時候 他的這個增加機率 改成增加傷害 OK 就是代表說 等...等...等...等同於火龍的2技能是 多了... 傷害量會多10% 然後... 會多了10%的這個... 冷...這個...冷卻機率的意思 OK 再來 風球的... 風球的... 風球被動... 呃... 對檔技能改成加攻擊 那代表說風球就是... 因為風球本身就是一個... 偏向一波流的角色 OK 然後再來... 術琴的話... 好... 水術琴不說 火跟風術琴未來大家應該在公會站聚點站會更常看到 而且尤其風術琴應該會開始在聚點站越來越常出現了 我覺得這可能某方面來講是為了去... 平衡火槍手啦 只是... 恩... 我覺得風術琴本身就是一個滿... 本來就很常出現的角色 再給他一個隊長技能的話... 欸...風術琴這個改動會讓什麼 會讓... 風錘... 原本是用風錘敲的人可能更難去敲掉 然後... 風術琴本來就是一個很常出現的角色 他可能未來會更常出現 其實我覺得上一次的那種改動我比較喜歡 就是去增強一些... 像水無女啊...什麼的角色 就是...去增強一些... 這個... 就... 上一個時代的角色 然後讓他們有能力去對付現在很夯的角色 包含像是什麼... 包含像是... 水無女啦... 風南瓜啦... 這種角色 是我... 比較喜歡的更新方式 那這一次這個改動是去增加... 是去讓一些本來就很強的角色... 嘖... 這個... 就這趴改動 就... 豎琴這趴啊 他是讓本來就已經不錯的角色 再更強... 恩... 就只會讓公會戰這些角色出現的機率更高而已啊 不是嗎 好啦... 那...後面呢... 後面是這個技能的這個... 說明修正啦 那就... 沒有... 不是...不是改動技能 就是一些BUG的問題 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這一次的技能改動喔 重點... 光二改強了 這個...光這一點就夠了 就值得我們慶祝了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改了很多元武啦 但是我覺得元四... 元四改的有點少 是我有點失望的 我希望下一次可能可以看到元四的部分 然後... 風泡鳥呢... 不是啊... 風泡鳥已經爛很久了耶 幫個媽媽康圖斯 風泡鳥我已經吃滿技能了 我在等著他變強 可以幫個忙嗎 真的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要喔 拜託 那個...好不好 現在十二月嘛 二月...二月我生日 二月我生日 幫個忙 風泡鳥麻煩改強一下謝謝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技能說明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技能改動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原本的預測啦 還包含那個什麼 包含我自己覺得... 風化博或者是... 這個...水仙人 其實我覺得水仙人原本我預期他的這個二技能的 這個傷害量可能會下...下調個5% 然後結果沒有 那...原本想說風化博其實... 雖然說我自己也很愛用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還算蠻強 我覺得這些角色都是有... 還有光猴都是有機會被改 但...也都沒有動到啦 那就...再看看下一次吧 好啦...我們這次的影片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你對於這次技能改動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